从明年初开始消费者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 不必通过保险经济购买定期或终身人寿保险 金融管理局是全球第一个针对人寿保险 强制业者要提供直接购买选项的监管机构 来看记者聂和威的报道 金融管理局表示 所有售卖人寿保险的公司 必须推出让公众有直接购买定期或终身人寿保险计划的选择 这些保单的售保范围也必须涵盖永久全身瘫痪 但购保者可以选择是否附加重大疾病保险 在直接向保险公司购买保单时 每个人在每家保险公司的最高售保额是40万元 当中终身人寿保险的最高保额是20万元 最低保额则是5万元 购保者的最低年龄是在18岁 最高为65岁 在保费方面 由于终身人寿保险设有退保金 所以保费比定期人寿保险来得高 购买终身人寿保险保单的人 保费的付费年限只能设在70岁或85岁 也就是说 如果有人决定把付费的年限设在70岁 每年的保费将更高 至于定期人寿保险的期限 则分成三种 5年 20年获到受保者65岁为止 金融管理局希望新的规定将能够为消费者 带来更大的便利 也能够提高业者的竞争力 从而减少保费 人寿保险协会也表示 新规定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 至于对保险经济的影响 协会只表示 相信多数受保者仍然会选择通过经济 为他们购买保险 新闯的新闻记者聂果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